接下來先來看的是這個在地方面的消息 這瓶洞有一個七十多歲的表現在那裡 掌飾作為這個瓶床用一個雅客瓶床的泡瓶床 想不到說兩個人在那裡有多死在那裡 這警方現在粗婆判斷說 這可能是有飲到水的情形 不過因為這個水在那裡算是窄的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墓碑 現在阿哥來做真是不了解 像一個小遊泳在雅客瓶床 就做在那很白癱的客廚店館 環境很舒適 這裡是很多民眾跟他在那裡的冰冬館 幫忙把雅客瓶床 但沒想到水清還沒有人優勞的瓶床 竟然讓一堆七十多歲的表下瓶床在裡面 我們頭上是一星期泡三間 上去台湯那裡泡 那台湯那裡泡 我也不知道說一陣子 就要來找這個來泡幾間 加速表示兩人兄弟身體很好 吃吃運動 每個禮拜也肯定到台湯 也要是冰冬的山區浸溫床 沒想到建人會瓶床在溫床裡面 健康祖母園是單純的瓶床作成希望 但是不是有其他的病因作成四隻瓶床 還需要減風雜情測 對這件的意外醫生也特別豪有民眾 泡鴨床的溫床其實有一定的危險性 但在醫師的立場我們是不建議台灣的國民 或者是大家去泡這種沒有人管理的溫泉 第一個就是說它的品質沒有辦法保證 第二個是萬一真的發生事情的話 是沒有人可以照顧 醫生表示鴨床溫床的溫度不穩定 如果是一顆冷一顆燒 才會引起急性的心灰煎煎 真的要浸泡好好賣給水潮過現場 減少心臟的壓力 記者跟川面交款總和報告